嘿 大家好 很多小白在选择手机的时候 他会对我说国行肯定要比美版好用 我只认国行 其他的版面我一概不考虑 但市值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有位董行的老铁就说美版都有性价比 在我这里下了一台 ShirePro i900 你觉得这种价格像吗 那么说到这里 我就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 美版跟国行距离一些简单的区别 美版主要来源于国外大平常的采购 货源都成熟往往也是比国行更加好 就拿你身边的人来说 没什么事 就把自己手里的苹果手机要卖掉吗 毕竟ShirePro当年256斤 买回来也要9000左右 很显然肯定是用到有一定的磨损 咱们在生存考虑下 国行的i手机一般都是个人回收 所以说它的存量肯定比较少的 外观整色也是称之不齐 区别只是销售地区不同 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比如说触摸手感 硬件上的没有任何一定的区别 甚至美版在出场的话 屏幕 更加严格 后期出问你概率更小 兄弟们关键的关卷美版的价格 它比国行便宜太多了 比如一台国行的ShirePro256G 现在还要3500左右 激光还很一般 同样的价格 如果你选择一台美版的话 i900就可以搞定一台256G难道不是更香吗 如果你想选择大饼的话ShirePro Max 256G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目前这两款性价比都很ok 至于13期里 关注我 履大夏季说 拜拜